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国家地处欧洲 名叫列支敦士等 其国土总面积仅有160来平方公里 人口也只有3.7万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按照清华大学2017年的人口数量统计 包含留学生在内一共13万7122人 一个大学的人口数量就相当于这整个国家的总人口 另外在这个国家每天都会有一些让你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 因此说道 只要愿意花钱就能做国王 也就不足以为奇了 在他们国内 监狱是设在政府大楼内的 原因简单而粗暴 因为犯人实在是太少了 政府工作人员总共也才只有5人 为了不浪费人力物力 就干脆设在一起了 从2011年开始 列支敦士等决定以每万4万英镑的价钱 约合人民币42.5万 出租整个国家 在你当国王的那一天 甚至还可以调用全国的警察 当然这个国家的警察人数 总共也只有区区80余人 不过你可千万别以为这个国家以出租为生 就表明国家非常贫困 恰恰相反 在2014年的时候 列支敦士等的人均GDP就高达16万美元 是中国的20倍 高居世界第一 这里每个公民都是年薪百万 开放国家出租这一举措 也只是为了开发旅游业 怎么样 不知道你想不想去这个国家当一天国王过把瘾呢